歡迎來到房間裡的書 每一集帶給你不知道的事 經過大芋頭地標就知道賈仙到了 2月份的高雄相對炎熱 沿著台20線往賈仙方向開去 穿越賈仙大街來到了一個秒無人淹的地方 廣告 光緒12年 西元1886年 駐訪台南的鎮海軍體督楊金龍 台灣鎮總兵張高元 共巡撫劉明傳之命 率領所屬軍隊 以嘉一大埔為起點 向東開闢金賈仙埔 老農 寶萊 觀山 雅口 最後到了池上 同年3月呢 鎮海軍展開擴建工程 在賈仙區小林里 吳立浦附近設置住房點 也兼坐士兵們的工僚 夏季天氣炎熱 且內山脹氣過重 這群來自湖南 湖北的士兵多數水土不服 併墨者有百餘人 就地安葬後 現層者有85座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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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盃時間呢 大約是在光緒12年 1886年5月至9月 推測官兵們疑似死於 南台灣酷暑下各種橫生的疾病 此墓園相對簡陋 約成六排 目前石碑取自當地出產之沙岩 板岩 及保來東北老農西出產之綠色片岩 形狀不一 大體呈長方形 墓碑以兵勇所配軍刀或開山之山刀刻成 速殺之氣有存 鎮海軍墓的墓碑有名文書寫者不多 僅27座 書寫方式都不相同 由建物刻出 簡樸有力 有名文可知道這群官兵非同姓之家族兵 並且大多來自於湖南 墓群中多為鎮海軍中軍前營之官兵 在鎮海之墓的不遠出高地有座小林村紀念公園 在鎮海之墓的不遠出高地有座小林村紀念公園 2009年8月9日凌晨 墨拉克颱風強勁的風雨 墨拉克颱風強勁的風雨 縣渡山土石崩落 將甲仙區小林村掩埋 慘重的災情震撼了全國 高雄市政府與小林村原池南邊的高地 設立小林村紀念公園 這個公園仿照昔日小林村的意象 公園內的苦路 兩側刻有462位逝者的姓名 而181顆台灣原生種山櫻花樹苗 則代表失去的181個家庭 這座高達9公尺的紀念碑是由風災中 順流而下的縣渡山石塊堆砌而成 象徵給予村民新生及重建的力量 有紀念公園眺望遺址懷念 不禁振責大自然的無情威力 因而更珍惜當下並心存謙卑 這是房間裡的書 每集帶給你所不知道的事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 謝謝 有紀念碑 你不愿意